上稿时间20点23分 更新时间22点40分 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 北市中校东路Socal百货堂一栋十层大楼的八楼 今晚八时许窜出火光 顶楼有冒出大量白烟 北市消防局据报调动大批消防车辆与人员前往经一个小时的灌旧后 顺利扑灭火蛇 过程中共疏散48名 民众包括男4名女44名无人员伤亡 消防局表示 北市大安区中校东路四段一栋十层楼建筑物 外观有火蛇冒出出动消防车辆22辆 救护车辆3辆人员59名 现场指挥官部署二线水线进入灌旧 顺利扑灭火蛇 现场围住商混合大楼 在八楼起火燃烧面积共计85平方公尺 其中起火度约80平方公尺 经陆续前市各层军确任务人员受困 伤亡至于死火原因与责任归属 由消防局火场调查科人员见识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楼建订